是說 美國要來台灣 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 其實連報備都不用報備 中共也能夠告知 事後告知 那也就是說美國對台灣的影響 跟中國對台灣的影響 是中國只能只有韓韓 是從來沒有辦法進入到台灣的本島 去做任何的影響 只有美國可以來 它想來就來 日本也沒辦法 全世界只有美國可以 在台灣想來就來 想走就走 像F-22 進來台灣也沒有人知道 像我那時候我在 我當初當兵是在整個地空軍 我們秀飛機的 我們3不50就要接美國的飛機 F-2什麼A-2 一大堆飛機我沒看過的 跟我們的機型不一樣 我們常常在飛那種 美國想來就進來 不是 這個也不是新聞 以前我們就常常看到這個事情 好 接下來我們來 來討論這個台灣國際的 國際語線教會來 主要注視我們 重點在這裡 台灣的一些學者跟博士教授 都不認真 看事情都是用政治的角度來看事情 所以就會失去準點 準心 所以就不會從萬國公法 戰爭法 那可以解決台灣的問題 藝術長很辛苦 這個學者很辛苦 他覺得這個問題一定要從 做一本溯源 所以你不是掃除萬國公法 找到了這個 然後佔領不宜轉主權 流亡政府部的就地文法 這個是關鍵 也是台灣人為什麼一直搞不清楚的地方 你們知道美國為什麼一直維持一個中國的政策 你們知道嗎 蔣介石到台灣的時候1945年 美國就一直一個定調 他以前是承認蔣介石的中國 不承認毛澤東的中國 因為那時候的蘇聯支持毛澤東 美國支持蔣介石 那麼一直到1979年 美國才決定轉而承認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核保代表 那這個中國要變成 中國跟美國要建交 其實美國有一個最重要的戰略 就是冷戰時期 美國很需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幫忙 來去打擊蘇聯 所以這個是美國的戰略 所以我們如果再看事情的時候 可能角度一定要再更超人一點 好 重點在這裡 那中國 美國一直維持中國的基調 沒有變過 那是什麼原因 你們知道嗎 一直到1979年 轉而承認中華人民 那在那個階段 很多美國的參議員 眾議員就跟美國政府講說 何不如去承認兩個中國 欸 不是都好了嗎 就好像兩德的模式 兩韓的模式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兩個越南的不是 南越北越嘛對不對 為什麼台灣跟中國 就沒有辦法形成兩個中國 原因在哪裡 在這裡 流亡政府的就地合法 因為台灣不是中國的領土 韓國也好 韓國也好 德國也好 都是在自己的領土裡面 簽一半 沒有 韓國是38度線 簽掉就兩韓 就是變成兩個韓國 兩個德國 兩個越南 對不對 那台灣跟中國 就沒有辦法 除非中華民國還沒有簽都南京 就是從南京簽出來 否則的話 他簽出來他就是流亡 不有點像打賴喇嘛的流亡政府一樣 就好像那個 法國政府流亡到倫敦一樣 法國政府流亡到倫敦 那個法國政府就可以說倫敦是他的嗎 不行 這個我抵觸了什麼 萬國公法 戰爭法 主要的這兩項 好 那台灣最早是什麼 馬關條約 1985年的4月17號 1943年的開樓宣言 這個就是 1945年的7月26號 不是啦 這個目前連日本都也搞不清楚 這兩個 這兩個是整個台灣也好 日本也好 全世界最混亂的區域 連中國也很混亂 這兩段 待會我們可以來解釋一下 這個都應該沒什麼問題 日本天皇的壽祥書 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 簽署舊基上合併條約 有沒有 台北生效 好 怎麼會有台北條約 你們知道為什麼會有台北條約 在舊基上合併條約 就已經明定 日本可以單獨跟什麼 沒有簽署舊基上合併條約的國家來簽條約 那日本跟台灣 台灣為什麼要 跟中華民國要簽這個台北條約 然後這個台北條約的代表人 那個夜公超 講了一個很經典的話 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先看這個 這是台北條約 簽訂代表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夜公超 1952年在立法院接受立委執行 說明 在現行的情況下 日本沒有權力把台灣和澎湖 去到轉移給我們 即使日本有意如此 我們也不能接受 蔣介石的年代 中華民國並沒有把台灣過戶進來 答應在這裡 沒有判法過戶給中華民國 所以只是在確認 台灣不是中國的證明而已 好 我們看回去 好 我們來先看這個 馬關條約 你們看這個條約 這邊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嗎 這個是 大清帝國大皇帝 大日本帝國大皇帝 買賣 雙方企業 買主 地主跟賣主 甲方乙方 都有了對不對 正確對不對 大清帝國大皇帝 特檢 頭顯太長了 李鴻章 日本士 伊藤柏文 都有雙方的代表 很正式 這個都很正式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爭議 好 重點 第二個 第二款的 這個 開始 這邊寫什麼 永遠讓日本 不是50年 50年那個是 那個蔣介石他們的邏輯 那 看第二條 二B 台灣全島 幾所有 附屬各島民 噴霧列島 這邊有寫 極度極度 起 我們有興趣的話 我們把那個極度極度 把它 噴霧到哪裡 OK 好 來 這個是中國主張的厲害 好 為什麼 雲納國島在這裡 離我們 離我們很近 大概在100公里左右 那釣魚台在這裡 190公里左右 台灣附屬群島 當然包含釣魚台 怎麼說呢 他們簽約的時候 因為這個是劉索群島 雖然離台灣很近 但是這個板塊 跟台灣不一樣 跟台灣板塊一樣的是 釣魚台列島 所以一直到南海下去 南海 太平島 那沒事了 所以在 在日本統治時期 釣魚台是台灣在管 跟南沙群島 跟西沙群島 都是台灣在管 都是日本 那日本帝國政府都承認的 事實 我們再看第二個 升系台灣的兩個條約 第二個條約 決定台灣的地位 有兩個條約跟一個法案 好 這個第二個條約 就是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 舊金山和平條約 第二章的領土部分的A 我們先看A 日本承認朝鮮的獨立 非常簡單明了 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從這邊 從馬包條約 我們是跟韓國一起被割進來的 有沒有 當初永遠割讓的地方是連韓國這樣一直下來下去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到了這裡我們的處境跟韓國不一樣 如果簡單一點你就直接日本承認台灣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不就搞定了嗎 搞得我們70年那麼辛苦被人家統治了好慘喔 被人家佔了 台灣被處理的方式是這樣 日本放棄對台灣和國之所有權力民情跟請求權 放棄而已 那英國跟美國一直強調 如果你中華民國你蔣介石 如果你想要得到台灣的領土 你必須要怎麼樣有這個條約的承認 這個條約叫什麼 如果真的要變成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在這邊就直接列出來 日本承認台灣永遠讓你中華民國 事情就解決了 就不用爭了 中國人也不用爭了 清清楚楚就很明確 就像韓國的處理模式是一樣的 這個都是在二戰的 是一樣一模一樣的事情 一模一樣的事情 偏偏台灣的問題就是被懸在半空中 然後讓我們處在政治的戀意 快去生命 好 重點就是 雖然放棄之後 那個權力到哪裡了 我們剛剛這邊看到這邊 有沒有 請問這個所有權力跟名氣請求權到哪裡 並不是到中華民國 我們千萬不要搞錯了 並沒有說被整中華民國 權力跑到哪裡了 來我們看 台灣舊基上革命條約的第四例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恆苦有處分與支配權 所以我們的上頭是什麼 美國軍事政府 美國軍事政府對台灣恆苦有處分與支配 處分在我們的民法那邊叫做什麼 買賣就算處分了對不對 對不對 那支配權 也就是說 美國軍事政府可以決定台灣的定位 可以這樣解釋 如果按照中文解釋 當然原文說的算 這個解釋美國人說的算 不是我們說的算 雖然這個是中文翻譯 但是以中文翻譯我們可以這樣想 對不對 處分跟支配 所以並不是給什麼 中華民國 那中華民國算什麼 來我給你們看 來我給你們看 來 中華民國 來我來看那個 我們看看台灣關係版 有明確的說明 還有其他人 有明確的說明 有明確的說明 - 放哪裡去了? - 放在這裡? - 台湾關係吧 - 好像拿上去 - 好高 - 台湾關係嘛 - 好像拿 along - 對嗎? 不知道 糟糕 沒關係 應該再一個 沒關係我用講答 台灣關係法的第15條 中華民國算什麼 美國承認 美國政府承認 中華民國政府 在台灣有玩笑權 你們聽得懂 美國政府承認 中華民國政府在台灣有玩笑權 第15條 台灣關係法第15條 對 上網查就查不到 那個手機查一查馬上就有了 所以 中華民國算什麼 他只有玩笑權 他並沒有支配權 沒辦法動 好 OK 所以 美國金氏政府才有對台灣 有絕對的權利 好 再來23條 美國是主要的占領全國 這都都是就金山和平條約 跟台灣有關係的一些 那個 垮條 第21條 中國 戰後應得到的優惠措施 並沒有包括台灣 跟澎湖的領土 所以日本可以單獨 一位被邀請簽署和平條約的國家 就是兩個中國 簽定和平條約 其條件不得超越 舊金山和平條約的規定 所以才會有 葉公超的那句話 即使日本願異歌給中華民國 也不行 為什麼 是因為 對 因為 因為 他說 就 他說日本沒有權利 權利已經被 被美國金氏政府拿走了 被美國 被美國 權利在這裡 美國金政府拿走了 有沒有 一四條 就金山和平條約簽 有沒有 清清楚楚 所以 這裡講 有沒有 日本可以單獨跟 當然是中國 他可以單獨跟中華民國簽 但是不能超過 就金山和平條約 OK 這個邏輯痛了 對不對 這沒什麼好爭的 OK 好 再來 我們來討論開我先言 開我先言的理想目標 其實當初在討論這個 在開我先言討論的時候 美國就已經跟蔣介石講究 你們的土地 你們拿回去 日本的土地 一塊也不能割出去 已經講清楚了 一塊也不能割出去 那韓國為什麼可以割出去 因為那個韓國是 是被迫 被迫合併 所以美國說 美國就要求日本 你一定要 直接承認他們 從你們日本脫離 就在金山和平條約 去解決了這件事情 台灣就是一個 大問號 所以 日本所有的殖民地 措置地 佔領地 屬地 全部 全部都要解放出來 他並沒有說 日本的領土 要跟出來 沒有 開我先言的理想目標 那因為 日本的領土 已經被 因為那時候要二戰 1937年 黃明化 1911年 日本天皇 宣布 這個 那個證明你們有看過 然後後面有賣 日本那個朝鮮跟台灣 成為大日本地國的臣民 然後可以參政 那只要 然後 那個日本的憲法 可以直接頒布到台灣施行 那施行就怎麼樣 我們只要在台灣施行 我們就要去遵守他的憲法 我們就要向天皇效忠 那天皇效忠之後呢 就怎麼樣 就可以在台灣爭斌 所以我們每年到 去日本 靖國神社參拜 台灣的祖先 我們的一些祖先 在三萬九千一百年 民政府已經去了 第幾年 第五年 第六年 每年會過去 去做參拜 用意在哪裡 就是說 靖國神社是什麼 跟相當於中國的忠烈詞 有功的軍人才有可能 送到那邊 被參拜 所以祖先都認為說 我是榮耀 我們的先人 因為我們站在那邊是榮耀 因為我們是對國家有功 所以常在那邊被後人 跟子孫所參拜 那當然 那高金順便有一年 就帶太亞族 過去抗議說 我們要把祖先移回來 日本人根本不理他們 人家不理他們 不讓他進門 結果就在大馬路那邊 台灣人交通指揮 那為唯獨台灣民政府所派的這些參拜 可以帶著我們台灣民政府的國旗 那個臨時國旗 直接開大門走進去 站在最前排 請世界只有台灣民政府不進去 其他人沒有 中國人有辦法進去 台灣人 我說我是台灣政府 今天我要進去也不行 被認證的只有台灣民證 因為畢竟美國在法院那邊只認定 誰告我去針對 原告 原告是誰 不是 人 藝術長 對 藝術長 藝術長 就是 如果你們看過那個 美國的那個官方的那個 他就直接用藝術長的名字結說 什麼例子 八九例子 你們可以看這個 網路裡面 好 到了波茲坦宣言 這個是日本人也搞不清楚 因為波茲坦 波茲坦會議 結束之後 8月15號 那個日本天皇 就跟龍金投降 那麼日本人就認為說 我們已經跟龍金投降了 所以當然 會要接受 波茲坦會議的重生 他說重生開樓宣言 必須一倍領息 事實上 就近上和平條約 幾乎把波茲坦 會議跟開樓宣言的精神 全部弄進去了 唯獨台灣的這一塊 唯獨台灣的這一塊 是有正義的 所以美國跟英國 美國跟英國 就 那時候就 這個歷史應該是這樣講的 就是 1945年 蔣介石 接受了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進入到台灣 做軍事佔領 結果 蔣介石沒有心 要管理台灣的內政 就回頭 回到中國去 國共內戰 蔣介石呢 這個怎麼打也打不夠 蔣介石 一般的引得起 打到輸了 因為他底下的人 貪污 鼻子 投送家族 富可敵國 那個美國人 拿了 支援給中國的那個 軍艦 飛機 戰車 蔣介石說 如果你不來支持我 我就 跟日本投降 就威脅了 美國說 好啦 蔣介石就跟 美國要500架飛機 幾艘的船艦 結果 蔣介石說 哇 現在船那個 武器不夠啦 趕快再支援我們 美國就想說 我才寄給你們 怎麼又要了 他們就跟美國 騙美國人說 你們的 我們的戰車 武器在半路上 被擊沉了 結果 那些調查 就跑到共產黨的手上了 原來被孔宋家族賣掉了 所以那個 杜魯門總統 就很氣蔣介石 我就說 這個蔣介石 一家都是賊 因為 這是不是我講的 我是引用 媒體 媒體 沒不見了 媒體 引用媒體的話 維基捷米也是這樣說 網路也是這樣傳 孔宋 那個 蔣介石 一家都是賊 因為 孔宋家族聽說 在美國 他的財富跟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以前美國的首富 一樣多 你看他 歐的多少錢 上海的金元件 導致中國怎麼樣 被 被毛澤東拿走 他們被迫從南京 遷都到台北 離開自己的領土到台北 那就是流亡了 流亡政府 又想要在台灣就地合法 所以才有那個 中國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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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言論說 那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這是蔡英文講的 他在選新北市長的時候講 我再重複一下 他在選新北市長之前 他就講了這句話 公開講 我們怎麼可以期待中華民國呢 中華民國 畢竟是一個流亡的政府 後來就被那個 郭樹春 國民黨的禮包編 罵 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蔡英文說 你這個蔡英文怎麼可以講這樣 搞不好你要去選新北市長 搞不好以後還會選總統 真的耶 跟他收衝 請北市長選不上 然後 結果 選總統的時候 的話就變 他就說 中華民國 在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想這就是政客 政治利益者 所以 話可以扭 丁東 丁山島是可以扭曲 我想 政治人物不必這樣 如果政治得順利的時候 你就說這個好 不順利的時候 你就罵人家說這個是流亡政府 這個人還是要有始有終 個人意見 個人意見 我一定不能通通 這個 當初不知堂公告的 公告的 公告的 是主要是這個四個道理就是 北海道 四國九州 還有本州 本州四國 九州 這個 旁邊的這些黨 這是歐治郎公告的 當初的精神所在 是主要 盟軍是主要把日本限制在那個地方 但是盟軍最怕台灣還給日本 因為流球群島就還給日本了 二十年就還給日本 那盟軍最擔心 有一天台灣還要被還給大日本的時候 大家就煩惱 盟軍就會煩惱 這亞洲國家就會煩惱 尤其是中國 說哇 中國復平 中國主義復平 王中國 因為被日本占了 被侵占了 被侵占了 所以 美國他要做什麼平衡的動作 亞太再平衡就是這個意思 不能讓 中國太強的時候 我就要讓日本強大 日本太強大的時候 我就要讓 要抑制日本 夠了夠了夠了 不要再 不要再強大了 要平衡的用意在這裡 這是英國跟美國 1951年6月5號 否定了開朗宣言對台灣有期梳理 決定不將台灣移交到兩個中國 為什麼 因為 1949年 英國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但是呢 為了怕台灣被過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共產中國 所以 美國跟英國說不行 因為中國是跟蘇聯好的 我們如果弄到 那台灣弄到那邊 那我們就慘了 整個太平洋 就大家來共用了 所以美國跟英國就說不行不行 就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署的時候 就改變了整個 開朗宣言的那個 當初他們是 有啦 大家你請我願望 好兄弟 到時候日本書的時候 台灣給你 那個島給你 我給你 就這樣分佔 分配吧 分配戰 好 有沒有 美國總統表示 福爾摩沙 若遭到共產 勢力戰盟 將會對太平洋去遇美國 有沒有 美國的利益 唯一講美國利益 講白的就是美國利益 太平洋的利益就是美國利益 好 再看 好 有沒有 這個 這個 這個大框框 大日本帝國 這個 他們講的維芒洲國 有沒有 北京也是 南京全部都被 大日本帝國 就是佔領區 這是被佔領的地方 後來被 輸了 輸給美國之後 就鎖在這個地方 然後後來又把這個地方 還給日本管轄 還給日本 到目前 日本還是沒有實際管轄 然後到最後 因為 沖繩那個地方 琉球那邊的軍民 很不喜歡美國 美國兵 因為美國兵在那邊 真的是 又不能用他們的法律去制裁他們 殺人 也沒事 所以 從琉球的時候 請你們美軍 你走 美軍就在煩惱 要到哪裡 要鎖住第一島鏈 最好的方法就是怎樣 直接到台灣 台灣基地那麼多 就是 那個 講到這個 講到那個中華民國 不是 中華民國的軍隊 已經不是中華民國的軍隊 效忠的對象已經有問題了 為什麼 那個 那個 從台灣派出來 到美國訓練 到海豹部隊訓練 六四個總子教法 你知道美國的人 就直接教台灣的這些人 那些受訓的人 那些受訓的人 你們是我們美國的台灣兵 你聽得懂 以後你要教你們的 你是種子教法 你要教你們的時候 你們是我們美國的台灣兵 你們是效忠總華民國 他們是直接這樣教 那是在媒體直接講出來 那他們其實受什麼 海豹部隊的訓練 海豹部隊是怎麼樣 他們要潛水 如果說在台灣的太平洋 東部的美國的航空 那個潛水艇 如果有 有什麼 一些危難的時候 這些人要潛水校去救這些人 所以很多事情 名者不是這樣 名者是說 那個 國徽給你們好看 到時候就知道塗層什麼 低適度 也就是說 不要讓人家看到你 是中華民國 國民黨的黨輝 變成是這樣 有沒有屏東的人 這裡有屏東 有 對對對 那個屏東機場 現在那個 Marco是誰的 有沒有 是不是一隻老鷹 回去看一下 回去看一下 我上次好像 一隻老鷹那個是美國的空軍 空軍的對輝 大門口 就去看看是不是一隻老鷹 那這個屏東機場 那個是這樣 屏東機場是 原本 中華民國 高層說 要送到 崇山機場 要去做偵場 那個 P3C 結果美國人說 不准 全部給你丟到屏東機場 顧守南海 就是南沙那邊 比較吃緊 美國說你們 北邊你不用你顧 北邊有日本 你們只要給我顧 這個 那個太平洋到台灣 這個距離的那個 好 繼續 那我們是被佔領的地方 其實我們很多權力 我們一定要知道 這個佔領地 我們是被佔領的地方 被保護的個別 集體強制 遺受去除佔領我的領土 我們不能被 蔣介石 怎麼樣 丟出去 可是蔣介石曾經想過這一次 台灣那時候 日本 日本撤出台灣之後 那時候的台灣人 將近有六百萬人 蔣介石怎麼樣 因為他們一百多萬人 想怎樣 想把台灣人趕出去 我們這些人把他趕出去 美國那時候 你這個 蔣介石實在是亂搞到不行 竟然 把人家趕走 實在是太離譜了 他真的想幹這件事 就被美國阻止了 可是在日內瓦公約裡 這個是日 日內瓦公約裡 在日內瓦公約的第四公約 一句很明確要保護 我們這個被占領的人 而且是我們的父母 我們個人因為不能被改變 結果蔣介石一來 用行政命令 行政院發了一道命令說 你們這些台灣人 全部變中國人 你剛講什麼話 不聽話就把你殺死 有沒有 二二八事件 就是這樣來的 有沒有 我們也照理講 我們是不能替他們當 我們不能當不需要 不能 這變成他們 我們不能不需要服兵役 我們被服兵役 這個以後要討回來 我們這些白白當 無焉無故幫中 把民國效忠的那個兵役 那個要要回來 我們連輔助部隊都不行 你看有沒有 武裝輔助部隊都不行 有沒有 被保護人不得強迫 當任軍事行動之義故工作 有沒有 這個他們都 中華民國都違反了 違反了第四公約 連徵攻啊什麼都不行 只要是有軍事性的組織都不行 在公務人員的部分 好 就是剛剛我們講的造術 就是這個 4月1號 4月1號 在日本天皇 遭和20年4月1號 這個後面比較明確 那邊這個字 1895年日本打進台灣 進入台灣 建構台灣的民族主權 其實他從1896年到1920年 其實最後一場是在1930年 將近30年的 跟我們那邊1911年 花蓮1908年 1908年 我們跟我們的祖先跟日本人對抗 因為日本那個日本人 日本來到台中的時候 就說要沒收我們的槍子 跟我們那個武器 惹得這些祖先們很不高興 說不行 我們不要讓日本人管 所以 開始就發生了這個抗日事件 那這樣總共打了將近 你看從1896年就開始打了 這樣打了 高達150次以上 所以日本人很單純以為說 中國哥給我們的這個台灣 福爾摩沙島 以為說就是那些事實上不是 他不知道那個 台灣中央山脈這個東部 很多高砂族的 那高砂族的那時候都還沒有接受文明 看到人就跟那個現在的ISIS一樣 你不是我們的人就把你殺頭 殺來殺去 以前殺頭不用申請 我聽那個 聽那個客家人的阿嬤 86歲 我說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他說有 他說我們那邊叫新竹 有五個人去那邊送花生 前一天那個高砂族就在那邊看一看 五個人 明天知道 沒有人 人頭露地 那你要抓也抓不到他 實在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人來之後就碰到這個問題 碰到這個高砂族 很麻煩 打了好幾場 打了二十幾年 我們那邊是1911 花蓮是1908 最後一場就是 那個 那個物色事件 有沒有 你看物色事件 如果你們看到塞德克巴萊有沒有 就這樣裂人頭有沒有 就這樣當成裂 那個我 我這是據說 我聽長輩講的 他說 泰魯格主這樣很 本來就可能 很強悍 他們屠殺那個撒基塞亞 就是 撒基塞亞的民主 就是 撒基塞亞 我不知道他國語叫什麼 被殺到剩下一百個人 主要被滅走的是 跑到阿美族的地方 跟阿美族窮救說 欸 同步啊 救我們 我們剩下一百多個人 再殺下去我們就被屠殺光光了 阿美族的人就 就說 不行不行 你們超過我們的界線 你不能再進來 後來就把那個 撒基塞亞的同步叫過來 那個泰魯格主的 就語言不通嘛 以前 我們沒有 我們各主語言都不一樣 我也聽不懂 你講什麼 我也聽不懂 稍微大聲一點 說要幹什麼 就當頭就把那個 撒基塞亞那個 頭部砍下 後來那個 我們那個阿美族的企業 就跑出來了 你們想幹什麼 後來那個 也不知道怎麼溝通 可能還是有一些通意吧 就懂一點點的 最後這樣好了 我們就和好 阿美族就收了鹽巴 所以這些 一些什麼 一些東西 海產 因為他們那邊 他們靠不了海 沒有辦法進到海 所以阿美族 把海邊占有了 他們泰魯格 不能出去 沒有辦法到海邊 所以 要不然我龍蝦 什麼給你們 然後我們來做交代 就到此結束 他們那個 撒基塞亞才沒有被滅祖的 就是現在在奇美部落 瑞穗奇美部落那邊 所以以前就是那個 撒來撒去 就是我們就是部落 我們就是以何為界 像 現在目前我們比較清楚 就是以 就是看山頭 各立山頭 在北邊 太平山那邊 北邊 泰魯格 到了下來 就泰魯格 就泰魯格主 到下來玉山就是布農主 玉山下來就是阿里山 周主 阿里山下來就是 悲難聖就是悲難主 阿里山下來就泰魯格 大吳山就是 那個 台灣主 跟 那個 阿里山在哪 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 那北邊就是以木瓜系為界 然後南邊就是以那個 台東大橋的那個 那個北南系為界 中段是以 修古蘭系為界 所以布農主要進來 不能超越修古蘭那個 就不能超過修古蘭系 就是以為界 你超過你就要被人頭落地 這就是規矩 世世代代的規矩幾千年下來就是這樣 所以一直 我們那個地方一直到 日本才有同治者 以前是季節外來政權 完全拒絕 河南人曾經進入到那邊也是實在沙灘上 那個 古海全部都在沙灘上 所以 政成功沒有 我們那邊根本 政成功 清國也沒有進入到那邊 一直到了1874年 1874年的那個 五丹事件 就是 還有那個 台灣族的人殺了 琉球的人 就惹惹了日本帝國 日本大帝國 日本大帝國就找中國 從那個大清帝國說 你們台灣的人 為什麼要殺我們日本人家 然後那個 朝廷就要 就查案了 就查下去了 說為什麼 你們 要屠殺人家的人 屠殺嗎 66個人 殺了50幾個人 結果 那個 在台灣的 行政官署 就跟 日本人講說 那邊是化外之地 我們沒有管到那邊 你們要殺你們自己去 結果西鄉重道 就派了3600的人 過去去打那個台灣族的人 3600 然後台灣族不知道 啥是一個問號 頭目對西鄉重道 將軍 結果打 有小規模的 戰爭 那事實上 也死亡不多 死最多的 後來日本人 死了很多人 死了大概 聽說 回去的不到1000個 3600個 回去的不到1000個 那我們就 那時候當初想 人家日本 槍炮這麼 這麼 這麼精良 你們怎麼 台灣族有能力 去打敗他們 後來才真的不是 那個 日本人都是 死營業籍 水土不服 進得去出國 不是這樣 所以不是我們想像 那麼強大 事實上人家武器 比較強大 我們還是 如果你還是用弓箭 那個子彈 那一發一發的那 沒有辦法跟人家 對 那因為這件事情 才引起了大清朝廷的關注 說 後山要開山 不翻 來請神保貞 來到東部來開始 開始那個 結果沒有幾年 就被日本 接收了 因為到1874年 沒有幾年 還沒有 那時候1874年 1872年 就在東海岸 東大港口 發生了 抗清事件 就是阿美族 跟清兵的駐戰 那時候清兵也是打了很長 他們死了很多人 去做調查之後 據說是死了 一萬多個清兵 那阿美族這個戰士 不知道死了我們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那邊沒有寫的 記者不清楚 那只是說後來 清朝 清政府說 要不然這樣好了 竟然要開山谷關 他們要借用 那個秀布蘭西的觸合口 就是我們那個 泛州有沒有 到那個禁埔 北迴歸縣那裡 在北邊 那個秀布蘭西的觸合口 那船隻可以進入 到了水鍋的時候 船可以直接 往到瑞穗那個地方 那邊 那時候 清兵有一個經營在瑞穗 他們想說 借到那個 又透過河運 來再運 運輸一些 一些物資 結果阿美族 不願意讓他們過那個河道 所以就產生了這個 這個 這個戰爭 最後 那個 清政府就跟那個 原住民的頭部講說 那個阿美族的頭部說 要不然這樣 我們的皇帝說 我會給你們過路費 阿美會給你們什麼 不要再打仗 不要再殺人 這樣 阿美說不錯阿 這個條件很好阿 沒想到 他們的皇帝說 要給這些阿美族的勇士 設宴 沒想到這個宴是叫做 鴻門宴 然後 在晉普國小的操場中間 他們就先設好了 都挖好了 酒 大概喝了三四個小時之後 醉了差不多了 就集體屠殺 結果原本人活起來 就是受傷而已 就跑到春江三清法院 連夜跑掉 就到部落裡面說 趕快跑了 因為那時候大清政府還是諸九族 只要是相關的人 全部都要被屠殺 所以 那一邊大港府原本的聚落的人 就全部 往北邊 往南邊 往春宮 長兵 東河這一帶 北邊就往封兵那一帶跑 這件事情最後 跑在日本帝國 打贏 加入戰爭 這個事情要不然會一直 搞不好我們阿美族會被 被那個大清政府屠殺 被滅阻 然後一直到 到了那個 1937年的時候 打很多 1931年最後一場的 魯射事件打完了 1937年 日本人說 你們要不要接受文明 文明是什麼 文明就是不要獵人頭 這樣算啦 1931年現在2015年 不到100年85年 所以說我們高砂祖 接受文明可以說是不到100年 不到100年 以前那個獵人頭的時代過去了 那接受的文明 應該我們這個 更早接受文明的這些同胞們 因為你們400年前接受 就開始接受漢文化的文明 那我們是100年前才開始接受 世界的文明 那你們 我們這麼短的時間 要給我們一個時間 讓我們去那個 所以適應 不到100年了 是不是已經很了不起 我們至少 語言50年就可以改掉了 日本人用50年 改變我們的語言 所以我們那時候 原住民跟原住民之間 就是高砂祖跟高壽祖之間 那時候 共通語言叫做日本 然後黃明化之後 開始學日語 然後就開始有日本的名字 所以我的阿公 我的爸爸都有日本的名字 只要是1945年 以前生人 全部都有日本的名字 因為日本人在台灣 真正把台灣統一的就是日本 並不是大前帝國 所以中國人要怎麼樣 怎麼樣 說台灣是他們的 我是在想不通 為什麼 我們就從來沒有被他們堵持過 對不對 我們從來沒有被他們 被中國堵持過 從來 我有一次一個上海的研究生 就來我們家 跟我講說 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 我說為什麼 我們中國 我們十十幾億的人口 想盡辦法 吐火嘴把你們淹沒 我說不是不是不是 你想錯了 我們不想要戰爭 我只是告訴你 我跟你講道理 我是台灣的阿美主義 我們從來跟你們一點瓜葛 我們也不是從中國來 什麼都不是 你憑什麼說我是南中華 他想一想 台灣有這種人 他們自己也嚇一跳 因為他們是被叫錯誤的那種歷史 教育認為說那是對 所以他們說台灣是中國 是他們的 他們是儲勳基地 從他們的教育裡面來思想統治 思想來改造說 台灣是中國的 台灣是中國的 欸 一百年以後就變中國的了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人應該 不要說台灣是台灣的 台灣是台灣的 我們現在開始要有這種的自覺 不要到時候 這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說法 或者是一個教育 就會改變一個人的思想 所以我是想說 既然大家有興趣來這個地方 大家對台灣的前途有興趣 台灣的國際地位 要盡一份心地的話 其實不管被人家不認同我們也沒關係 我覺得現在比三年前好太多了 三年前又比更三年前好更多 當成秘書長他們在推這個的時候 那時候就笑 笑 神經病 那我當初去接觸這個的時候 那個我就跟我的哥哥講 他是公文人員 那是金人退伍 那個腦袋簡直就是 阿摩陀 講得通 他說 美國啊 要相信美國啦 美國人只有利益 沒有眼中沒有什麼啦 那個看台灣只有眼睛就是 媽你而已啦 而且那麼遠 他眼水不能就近 他說 真的嗎 公民黨那麼強大 又那麼有錢 你怎麼可以跟人家比對 我這個好像那個228的思維還在 我說 那你 我說你認為你是不是 你是中國人嗎 我怎麼會是中國人 我是台灣人 咦 那就對啦 我就 他們沒辦法 沒有辦法 你看我講了快兩年了 這個阿摩陀 我那個哈朱里巴打 還是打不睡 不容易 所以 回去我出去講 碰到這個很正常 不要覺得很 很不舒服 好像正常 反正我再跟你講 結果秘書長後來也給我們很大的信心 唉 你那個不願意聽的 那你 要講你來 對對對 沒錯沒錯沒錯 你每天講每天講 他會很煩 你知道嗎 會跟你吵架 有一次我哥哥 我講到一半他講不過我了 你知道嗎 我講法理的時候他講不過我 拍桌臉 怎麼樣 老羞成怒啦 好吧 那我今天就上個到這個地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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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